台北捷运进行规划公益两年 即日起进行行为期四个月的活动 而去年北捷公寓元年 临选基欧原住民同仁 前往瑞北国小 光复国小等五所国小 而今年则进行走进偏乡 走进北捷系列活动 安排文蓝国小基欧学长 回到母校向学弟妹分享成长经验 今年北捷公益列车 持续前进 17号来到花莲文蓝国小 毕业于花莲文蓝国小的 阿美族青年杨智杰 他在96年离乡背井来到台北找工作 进入台北捷运 目前是北捷司机员领班 熟练的驾驶技巧 专业的设备操作 是他的日常生活 杨智杰回忆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 每年寒暑假就会在驴毯打工 今天的工艺活动 他在台上非常骄傲的跟学弟妹说 能够讲究就不要将就 做好当下该做的事 人不能忘本 无论走到哪里都要记住 这里是我们的故乡 我记得当时小学二年级的时候 就在那个鲤鱼潭打工 打工你知道吧 就是好像是那个 那个游船那个 那个船出去了以后 回来要推出去啊 要拉回来那个船 很多游客嘛 北捷李文中董事长强调 工艺 北捷会一直做下去 为当地孩童尽一份心力 期望能够透过北捷公益列车 让大家看见不一样的原名之美 共同响应北捷公益活动 记者林杰 休林乡采访报导 再见